郑老闆今天准备交出一批货 那是台东史前文化博物馆定制的 人寿型育儿式复制品 即将在礼品部贩售 制作这么薄薄一片耳式 却倒进了台湾育材质的特色 以及高难度的加工技巧 因为做钻石我不知道 但是一般做宝石 做玉的大理石类的 所以我们这个陕衣是世界上最难做的 台湾玉很坚硬纤维很致密 韧度很强 即使工厂有先进的钻石切片机 要把玉石切开切小 依旧要花费很大一番功夫 十寸大的台湾玉就得花上两三个小时才切得开 好不容易终于切开了 如果有三分之一的材料可以用 已经算非常幸运了 其余的通通都是废料 无法加工 这三分之一宝贵的台湾玉原石 还要切成适当的厚薄 大小才能进一步制作成品 每切一刀都要检查一次 看裂痕多不多 因为每个部位切开的情况都不一样 没办法放任机器大量切割 大量生产 如果裂痕不多 品质不错 就可以继续切薄片 制作人寿型育尔饰 或是高级的戒指等饰品 如果品质不够好 就得当机立断 马上切后 改做雕刻饰品或手镯 每切一片都要靠人工亲自判断 偷懒马虎不得 一旦判断错误 就注定要赔本亏钱了 台湾玉这么坚韧 这么难加工 被业者视为永远的挑战 如果没有了无间不切的钻石切片机 如果没有了现代电力驱动机器 还有办法切割台湾玉吗 万一连最原始的锯子 这种金属工具都没有 只能靠双手和其他石头 有人办得到吗 确实有人办得到 而且这群人是我们的祖先 是五千年前就生活在台湾岛上的史前人 台湾玉和史前时代的祖先 早在五千年前就结下了情缘 到了三千年到两千年前 台湾玉做的饰品用具 几乎在台湾各地都十分流行 缔造了辉煌的玉器文化 那是个唯玉独尊的时代 但是那时候只是石器时代 祖先们握在手中的工具只有石头 石前文化博物馆挑选人寿型玉尔市作为纪念品贩售 因为它是史前馆的代表图案 史前馆选择它作为代表图案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人寿型玉尔市代表了台湾的一级古迹悲难遗址 它也最有资格来代言台湾史前的玉器文化 人寿型玉是以透绿的台湾玉雕刻而成 有两个人扛着一头野兽 这头野兽看起来很像猫科动物 很有可能就是几乎已经濒临绝种的台湾云豹 这是台湾最奇特最有名的史前玉器艺术品 目前只找到三件 是台湾至高无上的工艺国宝 所有的考古遗址当中 碑南遗址发现的玉器数量最多 变化也最丰富 尤其是耳饰 变化之多令人目不暇击 耳饰造型有方的 有圆的 有的圆形还带着四个凸起 有的像鱼尾巴 考古学家做实验 试着模拟史前祖先如何设计耳饰 结果发现史前人只利用几个基本的设计图案 就组合出这么多造型 令人叹为观止 除了耳环 史前祖先还利用台湾玉 制作其他精美的饰品 造型虽然简单 数千年后看来 仍然艺术感十足 这是带在额头上的饰品 有许多小玉鳞串成一串 每颗玉鳞直径只有0.5公分左右 穿孔的地方尤其薄 厚度只有0.05公分 这是戴在手臂上的喇叭型臂环 这是挂在胸前的管珠 这也是挂在胸前的项链 史前人把台湾玉做成30公分左右的玉管 串成一组佩戴 每一根玉管都是从两边往中间穿透 这种高超的技术是怎么办到的呢 至今仍令人百思不解 史前的祖先平常就会佩戴这些玉饰 亲人过世了 他的玉饰也会跟着陪葬 他们也会特别以台湾玉制作石斧石毛 这些平常使用的工具一起陪葬 因为玉是他们与祖林沟通的媒介 但是史前的祖先为什么对台湾玉情有独钟呢 为何玉的文化在这段时期特别兴盛呢 这么精致的玉饰又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考古学家进来的挖掘研究 已经让这些谜团一一明朗开来 非南文化人的确是好像没有玉 就无法生存的一个民族 好像觉得没有玉 他身上就好像缺了什么一样 台湾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 农业的生产力已经达到最巅峰 台湾当时河里面是鱼比人多 山里面是动物比人多的时代 当然它有闲阶级就增加 正因为如此 生活不于匮乏的史前祖先 才能运用多出来的时间和体力 发展出精致傲人的玉气文化 不过台湾只有丰田产玉 为什么台湾史前各地都发现了玉气呢 玉气都是当地加工的吗 寿丰西口南岸的河街地上 有一个原住民部落 西林部落 早在日本时代 考古学者就在这里发现了一处平民遗址 最近也已经确认 它就是史前时代的玉气加工厂 台湾史前的玉气 十之八九是这个加工厂制造的 再透过交通运输 贸易交换 散布到台湾各地 用我们现在的比较通俗的话来讲 它是当时的平民遗址制造工业区 东亚没有一个遗址比它大的 遗址制造厂 它最大 虽然地质学家并未在平民遗址附近 发现玉矿 但是遗址仅盈受风吸 对岸便是台湾玉的产地 老脑山 台湾史前遗址工业区 出现在老脑山对岸 再理所当然不过了 但是史前人类如何取得加工材料呢 他们当初就懂得近矿山采矿吗 考古学家在遗址没有发现采矿的工具 倒是找到了许多台湾玉的历史 几乎可以断定 受风吸吸床上的历史 就是工业区最大宗的加工原料 史前人早就懂得辨认西床的台湾玉历史 也懂得捡回来部落加工 就算当时没有金属工具 一样可以切割琢磨台湾玉 他们懂得收集中央山脉常见的坚硬食材 石鹰片岩 把石鹰片岩的薄片绑在木头上面 像锯子一样锯开台湾玉 他们同时会加入石鹰砂汗水 帮助他们切具预料 史前人先把历史切成四方体 作为基本材料 如果需要圆的 他们会先切下四方体的四个角 做成八面体 接着再以竹管沾上水 沾上石鹰砂 慢慢炫洁炫出圆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iltron红厨 维持圆形 锯子一样 这个iltron红色 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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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水路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